索斯機械獸 激戰本能 機械獸不斷 電動行走 互相對壢 本能解放 重錘出擊 曠世對手 立即倒捉你最強的索斯機械獸 鱒掉蒜末 鱒去水 鱒開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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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TAKALATOMI 公司出品的 索斯機械秀 ZW08 的長頸巨龍 這隻長頸巨龍的包裝盒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這次的介紹開始是站在這裡 如果在廠裡就看到我的頭 先說一說一說一說 先說一說一個角色 它在動畫片裡面是Supreme團 這裡有一個Logo 就是黑棠和阿南的爸爸 騎著這隻長頸巨龍 立刻給大家看看包裝盒的細節 剛剛有說到這個盒子很巨 讓大家看看實際的長頸巨龍 這個就是這個盒子的長 有成四十四CM 那接著高呢 就有二十七點五 二十七點五CM 那接著它的闊 就有十三CM 不好意思啊 即是餘下了 十三CM 那所以可想而知這個盒子有幾具 暫時來說是開了這麼多盒 索斯機械手指中這個盒子是最大的一盒 那好了 看看它的正面 有一隻長頸巨龍 那 有兩隻獨角師在後面 還有一隻狂野白師 那 它就是一個在松林的背景做畫面 左下角就是索斯機械手 那這裡又寫了 ZW08 它的編號 這個標籤就是 Supreme團的標籤 這個應該是它的英文名 那 Tommy 還有一張三CM的雷射貼紙 好 頂部就跟剛剛差不多 只不過它的字就移到右邊 那 這個就是這個盒子的頂頂 好 一個側面就跟之前開的幾盒全部都一樣 沒有什麼特別 沒有什麼特別 那就是 都是有一些索斯機械手對類的畫面 那 然後又說到索斯機械手的由來 那 下面還有這個 即是COCO漁行的 那個 介紹 那 那 然後 另外這邊呢 這邊呢 就是這個 長頸巨龍的數值 那 可以看到呢 這邊有寫了它是有幾長 幾高 就是那些數值 那 然後呢 它的戰鬥值 那 然後 還有介紹它這隻長頸巨龍的由來 那 那 後邊呢 就是介紹它怎樣組裝 就是它這個 從法國開始啊 組裝好它裡面的骨格啊 那 然後就是 組裝好 那 這個就是它的本能解放了 那 那 這裡呢 有說它的本能解放是怎樣的 那 也有顯示 它的本能解放是怎樣的 那 那這裡是有一幅 它的 介紹的動畫圖在這裡的 那 那這裡就是一張 那些 膠子 中文的膠子 好了 那它的盒子的底部呢 和頂部都是一樣的 只不過是反了而已 那 都可以看看 好了 那開了盒子之後呢 那 可以看到和平時開的那些有些不同 平時 都是整個都是這種 迷彩式的紙皮 那 那這次它這些就沒有上紙皮色了 那 看看 看看 有一張 中文的說明書 那 那 有一袋A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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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ну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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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해도 но 那 呢 現在就可以看到裡面有什麼東西了 先給大家看這個摩打的位置 這個要放兩個不好電 之前那些再電的都是普通的7號電 或者直接上鍊 這個就要不好電 那它的蓋子我已經拆了出來 就是這樣的 可以看到這個也是半透明的摩打位 其他就是用骨骼的顏色 這個就是它的摩打位的介紹 好 它這個A袋的組件就厲害了 有整個四袋那麼多 很大袋的都 不知道為什麼呢 還單丁多一塊這些東西 那待會看看它有什麼用 那就OK 那就四袋 這個A1裡面 就是它是鞠鋼的骨骼 只有兩塊 那這袋A2裡面 就有它的頭頸和尾位的組件 那這袋A3裡面 就是它那些大腿和前腿和後腿的組件 那A4裡面就是銀色的組件 那可以看到有四隻它的腳 好了 現在給大家看看 X袋裡面有什麼 那這張就是它的貼紙 還有它這次配的這個透明的人仔 好 那這隻長頸和骨骼部分 現在我就全部組好了 因為它太巨大 所以我的相機是沒有用腳架固定的 所以會有一點點震 那我現在呢 就給它一些 細節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它的頭 就是它的頭 真的長頸啊 很長啊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它的身 它的尾巴 好 如果正面看就是這樣的 就是它的尾巴 好 那就在這邊的正面看看 這個方向 在這邊的正面看一看 跟上邊看上去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他的肚子的位置 開了B袋裡面 外邊的組甲 有B1 B2兩袋 現在可以看到B1裡面有這麼多東西 現在看到B2裡面有什麼組件 好了,搞了一個多小時 終於把這隻長頸巨龍搞定了 那現在呢 先看看他的頭 這個嘴都可以調整 好,是上額 你看看上額 如果抹到最大就是這樣 還好,不用抹到這麼大 就這樣吧 這樣就比較兇獄 如果他沒有抹到這個位置 在上面炒 你看看就是這樣 這隻眼的顏色也挺有趣 好了,看一看 看上去 這個位置 全部都是骨 很有趣 沒有肉 只有上面 是有些鴿 有些護鴿 對 這樣呢 這樣呢 一直伸延到這個位置 就是一個座倉 可以看到有一個透明的駕駛 對 那再 看看他的身 這條東西 就是遮瑕了 這樣可以咬一咬 看看他 那可以咬一咬的 對 對 看 看看他的細節 很多機關的感覺 特別的位置 你看 很多的像 連接的 管位 如果這個有些懂得做舊的大人 即是幫他這層外甲 上色 畫上一些細節 這個場景巨龍 真是一流 一流 好了 現在 就讓大家看看他的尾巴 這個就是開關 旁邊有些護鴿 一直 HELLO 新來 好 好 那現在 就可以看到 這個 本能釋放的小鎚 即是當他跟他 兩邊合起來 打下去的小鎚 就是這樣 這一邊 這個小鎚 這個位置 也有很多 管道的裝飾 這個位置也有點頑皮 對 好了 那再看看 他的 喉嚨位 也有很多 這些 活塞 這些崩 在這裡 就像是他的大心臟一樣 這個裝甲 我的甲是一個 很粗的一條釘 給大家看看另一個側面 先開乾一點 好 鬆近 就要關上暗一點 這邊跟那邊差不多了 這樣 再看看他的底部 底部就是這樣 好 整個東西 在上面看上去 就是這樣 非常之巨大 老實說 300元 你不要太多 大小 人家買什麼 好 那我現在 就要打開這隻長頸具 給大家看 那 現在 他打開的方法 都很容易 那 就 打開關向前 你打開 那 你看到 他現在已經在錄 那 尾巴也有放 那 腳也有動 好 那現在兩邊 和 一起 看一會 嘟 嘟 這東西都很痛啊 嘩 我是 肉赤的玩具 哈哈 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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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整隻掉在地上? 嘩! 不會啊! 好啦! 還是放在地上 下面是地毯沒有那麼肉赤 下面是地毯 很有趣喔! 兩邊不是合得很近 只要塗兩邊而已 可以看到裡面的排骨也有移動 有些像白鴨 好像有些弓在這裡走的,走得不是特別 順暢的感覺 好,在最後就總結一下這隻巨毛吧,長頸巨龍 暫時來說是開了最大隻的索斯的獸 它的本能釋放不用我自己用手做的 它自動會卡好那些位置,然後在這裡打一打一打一打 老實說,玩具永遠不嚴大 這些玩具,說真的,放在家裡最駕駛,而且又可以動 小朋友絕對喜歡 而且它的鎚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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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呢,其實呢,都是... 拿東西打一打,不然的話,這些位置呢 我想你再打幾次呢 你有沒有看到? 我已經出現白痕了 兩邊都有 所以大家打在地上,或者打... 你看看這些位置 已經有些膠,有點烈烈的 那如果從一個... 一些玩具可持續發展的... 就是... 概念呢... 那就... 是要... 就著來玩的 最好電一電 那... 這隻東西呢,現在就... 乾脆脆的感覺 因為沒有... 沒有造舊啊 沒有幫它滑一些線啊 那些什麼 那我相信呢,如果... 弄好了這隻東西,其實是很帥的 那... 電動 那... 對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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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 索斯吉艦秀的系列呢 都是偏低零化的 那...如果你說想拿去做什麼造型呢 那... 就沒什麼可能啦 都是... 多點開關啊 在這裡等它走走走 那... 那...還有一樣東西 應該前面有提過 那...那... 那...那...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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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那... 因為...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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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